嘿大家好,我們現在在韓國的時候了 然後今天有點下雨的感覺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傳統市場 然後有一個位就是在這邊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人 想帶我去看看傳統市場 韓國的傳統市場有什麼特別之處 誒我必須說 你們看這支影片的時候是背包女生剛好離開的那一間 他說要來這邊一個月 然後現在才終於要去傳統的這個市場 而且這個市場很厲害哦 也沒有很厲害啊,很小一個 這就是真的只有這邊的那一種高齡的八十歲啊 六十歲的阿姨才會來 就是沒有外國人的哦 你們都不知道哦 我們在的地方是在黑石站 因為大家都會去的是望遠市場啊 或者是廣東市場這一類的 但是就很少人家會去省入那一種小區裡面的菜市場 這是鮑魚 一隻兩千塊 新鮮的 誒不是誒,這個是八爪魚 這是八爪魚,那邊是鮑魚 兩千塊真的很便宜,一隻鮑魚兩千 這種就是他們來年糕 因為韓國人很喜歡吃年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種就是鮑魚在賣年糕的 我買了一盒年糕 他說裡面是蜜糖,你來試試看 因為這一盒很便宜哦,才兩千 它一咬下去真的是有一種爆漿的感覺 然後裡面它有放一個芝麻 所以有一點芝麻香 然後就是甜的 可是有發現外面有點鹹 有一點鹹的,對 我發現很多外國人很喜歡來這邊買免費 因為這邊韓國人的那一種免費哦 它薄薄的,可是它爆暖度很高 而且它真的很薄,而且又便宜 現在的那個韓國物價真的漲很多 其實你看這邊的菜的那個價錢呢 一千哦,黃瓜可能一千塊就可以買到 可是現在要一千 然後這種看人家,這種馬鈴薯 你看一代以前是三四千,現在要五千 漲很多 一千 就是家裡有人吃飯哦 他們的晚餐不去自己煮的 就是在外面買好那種小菜 或者是媽媽醃好小菜之後 放在冰箱裡面,可以煮一個禮拜 然後每天晚餐要吃的時候 就弄了一個飯 配幾個普通的小菜吃飯這樣的東西 然後可是因為很多媽媽現在有開始 怎麼做那個小菜啊 所以是在外面買 滿滿的小菜 韓國小菜 都是醃製品 對,韓國小菜醃製啊 醃製區就是大醬啊 辣椒醬啊 然後鹽 然後如果是清朝的話就是蒜蓉 哦,這邊是賣肉的 這是什麼?豆漿? 呃,雪茄 一個雪茄 那個... 你做的飲料 哦... 米酒嗎? 不是米酒,不是米酒 是那種人家去玩 韓整房喝的那一種飲料 補充水分的 欸,我發現韓國在外面買水果超貴 尤其是西瓜 這兩個是蒜耶 一整顆 這在八十塊 天啊 大概六百台幣 五百多台幣啦 韓國人很愛吃蘿蔔跟蒜 這超爸爸的 韓國有兩個東西 它體積不懂為什麼特別大 一個是它的蔥 很粗 另外一個是它的羊蔥 都很大顆 像一個拳頭這樣的 要叫我吃一個什麼 紅豆冰嗎? 紅豆冰啊 而且這個紅豆是有鹹的 他們的紅豆糖是蠻難喝的 因為他們的紅豆糖就是 我以前有買過 因為它是甜的 然後它生病 我一定要吃一吃 然後它裡面是有放紅棗啦 然後放鹽巴 然後去熬那個紅豆熬到它 像米那種感覺 然後來吃 然後他們的那個 南瓜醬也是鹹的 南瓜鹹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紅豆我就覺得一定要甜 紅豆湯麵來了 這是鹹的紅豆湯麵 然後它還有配泡菜 跟菸火鍋 很特別的吃吧 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這個天氣下雨天 喝這個紅豆湯應該感覺不錯 因為你不要把它想成紅豆的話 它有點像黑豆濃燙的感覺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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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碗東西 九千塊 是Soi先生叫我點的 我真的是不明白 就讓你們體驗一下 你們沒有吃過啦 是 你看你看 他硬逼我點那個 然後他自己覺得不好吃 然後他自己點了一個冰 因為他們是這樣吃的 然後一個麵 直接配泡菜 一口去 好 如果有配泡菜的話 那泡菜已經帶有那個味道 因為 所以這麵是好吃的 對 因為這個麵就有點那個 麵疙瘩的感覺 但是如果只是單純配那個紅豆湯 我是不會欣賞的 好的 吃完了那個紅豆湯麵 其實我真是不太會欣賞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其實他們人蠻多的 就是當地的韓國人 還蠻多人的 其實 大家除了鹹的那個紅豆湯 還有鹹的那個豆漿麵 也是可以來試試看的 然後接下來呢 逛完這個菜市場過後呢 我們就要去海邊 挖貝殼 嘿 現在在海邊 然後呢 今天要亂入人家的那個員工旅行 他們是來玩挖貝 挖貝殼 因為現在是退潮的關係 然後我們可以在那個 海邊挖貝殼 所以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那個活動是怎麼進行 而且我朋友跟我說要來挖貝 我就以為挖貝是一個地方 什麼逛逛的地方 原來是真的是挖貝殼 一個人五萬二 然後他們會給一個 一個 這是什麼 救生你 亮亮的 就是對 還有一個 好多屁喔 挖 這個給你裝 挖到挖滿的 一萬塊 對 五萬 四個人五萬了 千萬太幼 這些應該是我們應該會挖到的 備類 先選鞋子 我太小了 哈哈哈哈 給他絕種 哈哈哈哈 一萬里我們就讓他絕種啊 哈哈 好啦開工了開工了 上班了各位 來 讓他們絕種 哈哈哈哈 然後這一整片 都是我們要要 開工的地方 我們踩在爛泥當中 我們要往前走 前面才出門目標 不是才開開工嗎 我來讓他絕種啊 我後悔一下 哈哈 什麼意思 好像才下來兩分鐘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 結果 搬起來 它是空的 啊啊啊 氣死我了 換起來了 這時候可以唱到首歌 什麼 哇呀哇呀哇 在小小 欸 在大大的海裡吧 大大的海 哇呀哇呀哇 哇呀哇呀哇 哇呀哇 現在其實已經 差不多大半個小時過去了 然後呢 什麼都還沒挖到 這是一個 不容易的工作 看大家現在 在遠處各自挖自己的 然後呢 我這個洞呢 就是已經挖了很深 這是什麼東西都找不到 耶 恭喜我們 終於 挖到了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歪一粒 我覺得是很有效 可以的 好了 一個小時後的帳 還不錯吧 這應該有 好繼續加油 很努力 很努力 欸不錯嗎 我覺得老闆來變賢了 真的 就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挖 那一顆還沒有絕走 我先絕走好嗎 感動的時刻來了 我能挖到一顆 哇很大的耶 對啊爽了 我要努力 OKOK 繼續努力加油 你看 車的 真的 我都跟他比起來 OK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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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結束了 雖然沒有挖完整袋 就 半袋 已經絕種了 我覺得這個海灘上面 沒有這個貝殼了 沒有貝類了 而且我覺得 都只是挖同一個品種 完全沒有別的品種 到底其他的去了哪裡 我也不知道 一萬塊真的是辛苦錢 不只一萬耶 一萬三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來這樣挖同 一萬塊就是可以挖成這樣 大概一兩個小時 來體驗一下也是不錯 但是我不會來下次 好了這影片就到這裡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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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